由陳婷依害乎與威再次合作 舉手自進攻周肉偶像劇時段的《真愛黑白沛》 在6月9號首播後收視亮眼 直除了男女主角戲裡戲外 讓人忍不住婷密的感動是收視高點外 這齣戲很好看 當然不能少了這幾個重要的角色 這是在《真愛黑白沛》裡面飾演的 是詹姆士 那是小書也就是妮妮在電台的從事 那她是一個就是感覺 全天下都對不起她十步我語的一片歌手 所以她就是曾經發過一張片 然後她覺得自己很有才華 然後壞才不遇 我只是暫時在我這個電台裡面當DJ 然後就是我兼職的一份工作 總有一天一定會有就是厲害的製作人 會有厲害的伯樂上市 然後到時候我就會成為一個國際巨星 身旁的小蝦米都不算什麼這樣子 她一直抱著這種心態 然後在電台工作 所以她的節目上面常常就是 會想辦法制度自己的歌 或者是播一些大家不喜歡 但是她覺得很有Sense的歌 所以她的Call 她節目的Call in的那個率 非常的低 由四銀飾演的廣播電台主持人 詹姆士 是女主角陳婷妮的電台同事 而她的特色很鮮明 簡單來說就是嘴巴毒 笑容見 但因為這樣討人厭的個性 讓人沒事就想丟他 沙姆士的話其實就是很容易 變成大家的一個吐槽對象 你懂嗎 就是可能她常常會講說 我以前怎樣啊 你們現在這些播這些歌啊 都不是我以前都聽過了啦 什麼什麼的 那可能就會馬上被大家反饋說 那你現在不是坐在這邊 早點下 那開會呢 開會 先開會的重點是要檢討 為什麼你的節目沒有人要Call in 進來 小叔不在的話 也只是剛好少一個人虧你啊 Sorry喔 走了太前面 大家跟不上我的Sense 當詹姆士被虧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們不懂 其實觀眾是跟不上我的Sense 詹姆士就是一個 這樣子討人厭的人 索斯林即將爆發了機車演技 讓人期待外 在第一集播出 就以性感泳姿出現的新人討人裡 第一次演戲就要挑戰演出 及所有公主必於一生的刁蠻難搞公主 所以她的出場讓人印象好深刻 梅莉 什麼 太安靜了 我要聽音樂 這次呢 我在真愛黑白配裡面 飾演的是周瑩瑩 那她是一個非常 說霸道嗎 也是有一點鬼靈驚怪 然後常常滿腦子天馬行空的一個女孩 然後她裡面呢 就是很想要幫她爸爸漂白 因為她爸爸是黑道 我們是騎道是家 說真的 討厭令人當刁蠻公主 當然還是因為她 舉到是家的背景 讓大家有點怕怕 但怕歸怕 小公主又超難纏 克星專門治她 周瑩瑩 因為我從小就是我爸爸疼 然後奶奶愛 然後唯一最俗辣就是對我哥 所以就是我在大家面前 都可以任性很霸道 可是唯獨對我哥就 哥是你好 就是很俗啦 面對她我就是非常的膽小 就是很怕 就是很怕她對我生氣啊 或是怎麼樣 我怎麼會在這個時間出現啦 剛才應該沒被她看到吧 先躲一下 是不是跟她待會兒就走了 哥 今天是你生日耶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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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為什麼要叫一堆房屋員 來服侍你一個人游泳 還在入口 放打掃中的牌子 有嗎 那個可能是打掃阿姨 我一不小心忘了把牌子拿走 好用 我只是跟經理說我想游泳啊 誰知道她都把那些房屋員 派進來給我 我怎麼辦 瑩瑩 就是演出這樣在人前威風 在哥哥面前變小貓 一秒變臉的討喜角色 讓桃妍林的戲劇出女社 處處充滿驚喜 畢竟當嬌嬌女 遇上了凡事都愛講道理的暖男 能不吵不鬧嗎 大家好 我是李韻慶 我在《真愛黑白配》裡面 飾演的角色就是高卓軒 是一個會計師 然後因為從小家教的關係 就是不太感情用事 都是用邏輯去思考 那在這裡面最主要會是 會跟桃妍林 就是有一些就是愛情 或是什麼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一開始遇到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種衝突 他是一個黑道千金 然後就是個性很焦 但是我是一個 什麼都要講道理的人 然後他覺得我很煩 可能是個死腦精神 所以由李韻慶飾演的高哲軒 遇上了焦縱黑道千金 盈盈到底會插出什麼樣的火花 而那個老師怨天怨地 不怨自己的三姆士 最後會有什麼下場呢 想知道 那就一定要鎖定 本週六晚上十點 有三立多位台播出的 《真愛黑白配》囉 完全樂滑起整理報導 大家太看得起我了 其實我在裡面沒有在演啊 做自己嗎 我就是做自己 我就做自己 就是一個嘴巴線 然後就是 在那邊幾乘天 就講一件無事才沒有 我跟你講 開玩笑的啦 但是我發現 我還蠻認真聽的耶 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才是開玩笑的 但是我發現 戲劇的角色真的會 真的會 反而搞得很尷尬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電台幫的人嘛 然後就是 大家都在電台裡面拍戲 然後就跟妮妮 然後跟就是 姚翰姨他們 然後就大家一起拍戲 然後對戲的時候 然後就是詹姆士 就是漸漸的那個樣子啊 然後很容易就是 咔了之後 就把那情緒帶到私底下耶 這名隊已經咔了 然後還有講說 你真的很賤 我就說好了已經咔了 你剛才那個表情真的很討人厭 我想揍你 然後我就說好了已經咔了 我就說 幹嘛這樣啊 沒事嗎 可能… 可能就真的會讓人覺得很賤 所以要是… 要是如果有一天 我在一部戲裡面 演一個反派的話 真的很尷尬 選舉組的人都討厭我 我現在開始覺得 那些演反派的人 其實很可憐 很可憐 因為… 所以你演得很好 就會讓人家覺得你很壞 然後你知道 就會私底下 可能有時候會 無法馬上跳脫 對 我跟妳講 就真的覺得很討厭 我跟妳講 現場會罵你賤的 應該只有妮妮了 其他人應該不會這樣多講 不會 其實大家都一直罵很賤 對不對 不會 其實他一直罵很賤 大家都罵你很賤 就很賤 好吧 那我也沒辦法救你了 好的 那個 還是要請大家支持真愛黑白沛 好不好 這個禮拜呢 這個禮拜六 在三立都會台 要首波跟大家見面囉 晚上十點鐘 現在要給大家看另外一個VCR 是趙又廷做公益